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馬上為各位介紹 這一節加入的節目來賓 第一位退績少將栗振傑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謝涵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椰汝政治學博士郭震亮 大家平安 我們現在看到了說 現在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出現巨變 柯文哲是不是呈現 跳水式的崩蝶 雄康佩雖然支持度超高 但是也出現了一個 那些引誘 主要原因是因為 美麗島電子報現在出現說 包括了賴消配 已經拿到了37.1% 侯康佩是停在目前30.5%左右 柯銀配目前掉到 原本是18%左右 現在掉到了17.5%左右 從這個民調可以觀察出 什麼趨勢 就是說侯康佩成情之後 雖然超車的柯銀配 但目前來說 近期的支持度始終維持到 31%到30%之間 國民黨應該要思考如何拓展 接下來的票源 將會是一個重大挑戰 而現在柯文哲現在包括了 因為柯文哲現在民調 可能已經到了20以下 所以柯文哲現在的策略 是不是要搶 國民黨的藍軍票 目前不可以看到柯文哲 是頻頻說侯友宜 現在一定很頭痛 主要原因是因為 趙少康的鋒芒太大 趙少康說還是看好你的副手 比較重要 雙方有一些純相實戰的感覺 我們來看看這段對話 戰鬥欄主張很多都跟侯市長 是我們也參考了侯市長主張 因為侯市長先提他的主張 所以戰鬥欄主張幾乎有八成 跟侯市長主張都是重疊的 所以不要挑撥 民進黨挑撥算了 柯文哲你就不用挑撥了 你還是好好看好 你自己的副手比較重要 我們聽到趙大哥說 希望大家不要再挑撥 他說戰鬥欄主張有八成 是跟侯市長重疊的 所以不要再挑撥了 民進黨挑撥就算了 你柯文哲就不要再挑撥了 還是好好看好你的副手 比較重要 而至於現在電視辯論的部分 現在是不是點頭電視辯論了 柯文哲叫板說別再閃躲 侯瑜說放心 上辯論場都直球對決 侯瑜說TVBS很早就邀請他了 他也簽了 只要辯論他都會直球對決 叫大家放心 只要上辯論場 他都會直球對決 請媒體好好協調吧 至於現在侯瑜是不是也要拉 柯文哲的潛藍票 證實遭到柯文哲當面講說 選不上總統 侯瑜說為了國家都能忍 他知道這句話 柯文哲沒有惡意 釋出善意的感覺比較大 而另一方面 現在連柯文哲的票 賴清德現在好像也要搶 有沒有看到台股超越港股 賴清德說是因為 香港受到大陸控制 台灣絕對不能依賴大陸 怎麼說 台北股市 因為最近超過了香港的 恆生指數出現黃金交叉 台灣跟香港最大的差別 就是台灣有主權 香港沒有 所以這次選舉 選舉非常關鍵就是 國家如果要進步 絕對不能依賴中國的回頭路 這是賴副總統所講的話 另外一部分 包括了現在美國的部分 是不是要跟賴清德 來做些聯手的情況 現在朱立倫喊話賴清德說 之前賴清德出來講 只要當選的話 就立刻切斷兩岸的服貿關係 中職EGFA 這才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另外包括了現在蔡英文 也開始開打抗中保台牌 蔡英文到高雄區 去輔選民進黨選區的李博義 就是跟李梅貞 郭喜 同一個選區的李博義 他喊說什麼 要守住左營男子 就是守住台灣的國防 他說高雄是國防產業的關鍵區 左營更是關鍵中的關鍵 守住左營跟男子 就是守住李博義 就是守住台灣的國防安全 現在包括了AIT的處長孫小雅 也說美國會加強跟台灣 社會合作的對話往來 以對抗假訊息跟宣傳戰 重申美國提供台灣防衛的 武器的承諾 另一個部分要看到的是 根據國防部公布了 最新採購的購標案 台美已經簽署了高爆彈等 三項的採購合約 大約94.7億台幣 而將在六年之內 在2029年底會完成全部的交貨 話回頭來這樣 我們先請教一下賓哥 怎麼看現在 這個根據美利島電子報的 民調情況 那是不是等於是 柯文哲像跳水式的崩跌 我必須說柯文哲 在最近這一陣子 確實是有下滑 這個是一個非常明確 主要就是 就是藍白塞了之後 有一些潛藍的 重新回歸到藍軍這邊的狀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明顯的侯康佩 是提升了不少 但是問題是 就算侯康佩提升了 跟賴清德 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像有的差距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民調顯示 有的是大到10%以上 大部分是大概差不多 在3%到8%左右 所以這個是很明顯的 就是侯康佩 即使已經衝到一個高峰 但是顯然跟賴清德 還是有段差距 這個差距 恐怕如果沒有藍軍 有積極的其他作為的話 這個差距就會持續到 投票那一天 所以也就是 藍軍不能夠只維持 目前這樣的狀況 就認為會勝選 這是絕對不可能 一定要初期自勝 一定要有其他的進一步的 包括街幣也好 或者其他的新的戰略也好 才有機會打贏 因為你現在藍白塞了之後 就變成一個狀況 三足鼎立的結果就是 各自的基本盤都歸位 各自的基本盤都歸位 所以我們都知道當初為什麼 我們一直希望出成藍白河 就是因為藍白加起來 才會大於綠 現在藍白分裂 就是各自都會小於綠 你必須要去突破這種狀況 當然有人會期待 氣保效應產生 我認為當藍白現在已經 決裂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恐怕氣保效應 是不容易產生 除非藍軍很明顯的勝過 柯文哲非常多 除非出現這種狀況 除非拉開到一個程度 拉開到你要贏他19 20% 這種程度 但是我覺得不容易 因為你要讓柯 真的要把它打到低於 百分之15以下 是很困難的事 我覺得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氣保效應如果沒有辦法 如預期中出現的話 那你就要有其他的效應 要讓人家不去投賴清德 也就是你要把賴清德支持者 拉到藍軍這邊來 是極度困難幾乎不可能 可是你至少要做到 讓賴清德支持者 會不想去投票 那就是要有重大的弊案產生 或是讓大家覺得 支持民進黨是很丟臉的一件事情 才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藍軍 必須要去努力的方向 至於說柯去酸趙少康 去酸侯友誼 說什麼趙少康太強表現 我覺得吳欣穎 大概也夠柯文哲頭痛 所以我覺得 趙少康的回應是滿正確的 就是你先擔心自己的副手 我覺得柯文哲 不用去幫別人擔心這些事情 你應該已經忙不過來了 至於說賴清德還想要操縱這些東西 然後去跟香港比 我就不知道我們跟香港比什麼 股市是跟經濟有直接相關嗎 台灣今年經濟狀況這麼爛 股市還一直在成長 你覺得這是正常現象嗎 我們今年GDP已經下修到1點多了 你知道人家GDP是 香港GDP是3.2 所以你要跟人家比什麼 當然因為香港去年GDP是 因為新冠疫情的關係 它是下滑的 所以它今年當然成長會比較明顯 可是問題是 台灣自己的經濟狀況也沒多好 你到現在 到現在還在那邊鬼扯 亞洲四小龍也只有賴清德跟蔡英文 薪水就差很多 對啊 你基本的薪資 就輸人家輸一大截了 有什麼好比的 我都不知道 所以做這種比較 只會讓人家覺得台灣的現況 是更可憐的 當然對民進黨來說 他現在唯一能夠操作 就是這些意識形態的東西 然後操作說好像只有賴清德 才能夠保證是台灣人當家 其他都不是 他們操作來操作去 就是回歸到這些 他當然今年比較不能操作審計情節 所以他就把所有不同的民進黨 全部打成親中派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今年這個效應 真的會擴大到這種程度 我是認為不太容易 但是還是那句老話 因為今年是撒卡都 所以呈現一個分裂的狀態 再也要贏這兩仗 真的一定要靠初期置勝才有可能 是 請教一下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媒體島電子報的這份民調 目前柯文哲好像要反彈 好像有點困難的感覺 不容易 因為柯文哲有藍綠 然後中間選民 我認為目前沒有離開的 可能有一些是綠的 有一些是中間選民 反彈的契機在哪裡 你覺得還有機會嗎 我覺得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就是而且他昨天也坦承 說他現在這個保險箱裡面 只剩下3600萬對不對 他還認為他這個選舉 可以用兩億來選 他台北市長上次選舉 就花了一億四千萬 你全台灣怎麼可能用兩億來選 這個就是 剛剛因為我剛剛碰到張旗凱 張旗凱是說民眾黨會辦 三場大型的活動 接下來辦三場 民進黨是23場 國民黨是一週半三場 當然就是民眾黨本來 他的強項就不是陸軍 可是就是說 那你也要在空軍上面 找到重大的新的議題 因為選舉如果是 朝冷飯不會得分 你一定要在新的議題上 而且賓哥剛剛講那兩點 我是滿同意的 就是比如說你現在打 意識形態議題 那個都是號召自己 原來的選民歸隊 那侯友宜跟賴清德 基本選民都歸隊 侯友宜也停住了 大概90 已經到了90% 那侯友宜 國民黨現在怎麼再往上 所以剛剛賓哥講的那個很對 就是你要去壓低對方 那壓低對方就包括 如果我們講就是說造成對手 人設崩壞的議題 比如說你這個 宋楚瑜的新票案就是 民調就跌了5% 然後蔡英文的宇昌案 也跌了4% 我們說選舉到最後 除非就是說第一個你 你拿出一些 就是以前大家都沒有聽過的 文所未聞的議題 然後造成對手的人設崩壞 對手就會減分 那就會造成他的原來一些支持 沒有那麼強烈的人 中間選民或者潛綠 他決定轉投別人或者不投票 對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 你有沒有強力的加分因素 比如說趙昭康成為副手 這個就是讓你的泛男全部歸隊 可是接下來怎麼辦 你還有沒有額外的驚喜因素 比如說陳水扁第一次去 李遠哲跟許文龍引起站台 這個有大家分 我們後來看 陳水扁大概因為這幾個人 國政顧問團站台 因為那次是民進黨第一次執政 大家本來對你會怕怕的 結果因為國政顧問團出來 他民調增加4個不算 信心回來了 那個不是信心 是本來對你沒有的東西加上去 不是回來 現在我跟你講 你現在要玩回來 基本上國民黨跟民進黨都打到頂 所以賴清德很可能會想去打柯P 因為他認為他那邊還有一些綠的 沒有回來 就他們上次曾經支持過蔡英文 對 這個叫做回來的票 我認為柯文哲會跌就是因為他的 他的藍的都跑回去了 所以侯友宜才會上升 可是賴清德還在想怎麼去把他的綠的部分 拉回去 這叫回來的票 侯友宜我認為他已經沒有回來的票 他要的是加分 或者是把對手打低 他只能夠這樣打 可是目前還沒有看到 那個契機還沒看到 還沒有看到 目前趙康康事實上 目前只是在鞏固他拉回來的票 讓他維持熱度 至於他未來還要 因為韓民講得沒錯 就是你距離賴清德還是有一段 你要想辦法把賴清德拉下去 拉下去我認為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民進黨真的是問題太多了 台南從賴清德到黃偉哲 其實問題也非常多 這個就變成是你做多少功課 讓民眾能夠相信你的一個爆料的一個說法 是 利少將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次來講的話 這三組人裡面 我現在滿同情柯文哲的 因為他找一個副手 真的是 尤其是這幾天的表現 確實是讓他失分不少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說 我到這種年紀對年輕人不了解 其實我非常了解年輕人 因為我一直在帶兵 我大概都是在基層服務 所以年輕人想法我很清楚 這些年輕人為什麼會去支持柯文哲 其實年輕人有兩種特質 第一個就是他有正義感 他覺得說你這個政府做法不對 或者是說看到你 民進黨這段時間 他不管是貪污 腐弊 或者是逃失的糾紛不斷 會讓年輕人產生反感 然後這些年輕人產生反感之後 他會轉頭誰了 他又去支持柯文哲了 因為他覺得 第二個年輕人要的是什麼 就是經濟 他希望有好的經濟 我可以 像我們經常在講 說年輕人買不起房子不敢生 我們看我們台灣生育率一直不停的下降 誰都希望能夠過好的日子 他就對年輕人來講的話 最好的就是你有經濟上面的議題 現在我們來討論 就是柯文哲如果這個 現在來講 如果他的票跑掉的話 如果有氣保 我覺得會有氣保 現在藍軍大概都已經歸隊了 其實綠軍大概也都歸隊了 現在是柯粉 就是柯文哲的強力支持者 我們大家都知道 大概就年輕人這一塊 年輕人這一塊 其實是老實說 大家都認為說他會不會倒向賴英德那邊 我覺得他倒向 侯友宜這邊的機率反而會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到現在為止 你民進黨 你這八年的執政 讓人家感覺到 尤其是讓年輕人感到非常非常的 心裡頭是 甚至可以用痛恨人來感覺 年輕人對民進黨投不下去 你第一個 你真的投不下去 你第一個 你不管是這段時間互高端 對不對 黨疫苗互高端 或者是說到陳其中的 雞蛋的事件 甚至於說是 所有桃車糾紛不斷 他一直到最近 三不五時發生桃車糾紛 尤其還有那些弊案 其實年輕人比我們還懂 因為他們現在網路傳得很快 太快 你怎麼可能還會讓這種 這種政黨再能夠繼續出來執政 我覺得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講了說 所謂對候選人的痛恨感來講的話 如果說 當他們發現說侯友宜沒有 柯文哲沒有辦法 能夠在氣保效應 不能夠竄出來的話 他們很可能會棄民運黨 然後投侯友宜這邊 投藍營這邊 所以其實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對侯友宜是抱著很大的希望 而且有必勝的信心 我一直覺得 因為現在來講很明顯 第二個我要講 大家就講趙少康 其實真的是你 我覺得講趙少康說 蜂王比較露的人 真的是沒有領導統一概念 我舉一個我自己本身例子 我之前我當組長的時候 我的副手 我的副手叫徐彥浦 現在是國防部副部長 他非常優秀 現在證明他真的是很優秀 他上校就很優秀 那時候我們兩個都上校 我只跟他講 我說你對不對 你比我還強 你比我還行 所有的計畫案子你來做 那你只負責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我交會 你的案子你跟我說明 你這個案子的精華 精神 或者優點在什麼地方 有什麼要顧慮的 然後我來負責跟長官做說明 然後我來負責第二件事情 就被長官罵 長官如果不爽的話 我來負責挨罵 絕對不會罵到你 所以很多事情 他都幫我做得好好的 所以你怎麼去信任你的副手 我覺得現在是侯友宜 跟趙宏剛裡面最重要 你今天侯友宜 你要百分之百信任趙宏剛 你不要記錄他 那時候全組 大概全陸軍總部都知道 這個學母是非常非常優秀的 他當我副手有點委屈 可是我就百分之百信任他 我說你做了案子 你只負責一件事情 我看不懂你跟我講 到底怎麼一回事 他把我交回以後 我去跟長官 所以我們兩個就雙贏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說 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侯友宜 一定要信任趙宏剛 信任他的能力 發揮他的專長 然後趙宏剛也願意 死心塌地的 替侯友宜來努力來打拚 然後讓這場選戰 能夠獲得最大一個工業 能夠獲勝 才是最重要的 好 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繼續討論 閉嘴 charisma